记者刘雨庆彭湖报道,彭湖县议会首日开议,由县长陈光复进行施政报告,针对台华轮太剑案,南方四岛东西及狼岛列入禁渔区等议题,议员们炮火猛烈,议长刘陈昭凌与陈光复更是针锋相对,四是引爆下届县长前哨战。 陈光复首日一位施政报告,针对台华轮太剑议题,只称中央编列18亿元,其中建造7500吨及仍有剩余款,因此将建造第二艘1500吨快速客轮采客或分离。 汽车史上史下运输,但议长刘陈昭凌指出,立伟洋要再争取10亿元加码,是否会变更设计。 同时未来新台华轮盈亏由谁负担,陈光复表示盈亏由中央负担,将提供交通部公文给议会。 另外,议员陈佩真、苏陈秀色及魏长元,相继针对东西及郎道是否设立完全禁渔区,为渔民生计请命。 议长刘陈昭凌也要求县长陈光复表态,陈光复表示与渔民都是站在一起,并强调是因自己极力争取,才让行政院把实作会议一致澎湖召开。 听取于明星声,但因身为公务人员,在政策卫行程前不好表态。 由于议长刘陈昭凌被视为下届县长蓝营任门人选,以确定角逐连任的县长陈光复,今日待议会唇枪舌舌剑表现,被外界视为提前交锋。 但议长刘陈昭凌强调身为民意代表,必须表达选民的希望,认为澎湖县政府102年公告禁止于。 法译相当完善,只是缺乏执行力。 县长陈光复则表示,政策未行程之前就要让各方声音都能充分表达,认为已尽力为渔民争取发声机会。 画案